大家好 我是浩摩仁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超合金魂GX95 黑豹鬥士 Gordian 那這部作品我想應該沒有幾個人看過 因為畢竟是1979年的老動畫 不過在我們小時候 其實在玩玩具的時候 並不一定要看過動畫 主要是機器人的設計有趣有特色 這樣就夠了 那這部作品非常厲害的地方在於說 我先把它拆開好了 那麼它的合體方式叫做所謂的分身合體 跟我們一般常見的3G、5G、15G合體的結構不太一樣 有點像積木一樣 它的合體方式有點像是所謂的俄羅斯套娃 就是大包小一個疊一個 所以這個方式其實在當年也是非常令人耳目一新 甚至也影響到後來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事實上超合金魂已經出了那麼多的 所謂的經典的老的機器人動畫 但是這個所謂的黑豹鬥士 其實大家也期待很久 我不知道是製作特別困難還是說它有什麼樣的問題 是考慮到知名度等等 總之也是到很後面 都已經到第95彈才推出 也是讓很多玩家等很久很久 但是等待我想是值得的 因為這一次它不只是 不然整個結構的機制都有重現之外 尺寸也夠大 也夠重 所以這一次我相信雖然說它的價格是真的蠻高的 可是至少感覺也是原了一些老玩家的一個夢想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給拆開來好了 這真的尺寸體積有點大 好原裝的還沒開過 好那麼 首先呢打開你可以看到裡面呢當然會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保麗龍的包裝 而且這一次保麗龍的包裝看起來呢 好像還佔了蠻大的份量了 就跟它那個一樣大 盒裝的外盒一樣大 它裡面呢就包含了 我們可以看到好這個小人 以及呢一二三 總共四個不同的大小的 這個尺寸的人形 好那以及呢 上面還有一隻小黑豹 那當然還有一些武器等等 這是它的這個 保麗龍的部分 那另外呢不只這樣 裡面呢還有 它的吸塑盒 而且光吸塑盒就有兩層 那其中哇你可以看到 滿滿的武器配件 這是第一層的部分 還有第二層 那第二層呢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地台 以及一些支架等等 那麼首先看到這本說明書本身 它印刷非常的精美 裡面都是全材的 那第一頁就是它的一些背景故事說明 第二頁呢則是一些珍貴史料 包含老的POPE合金 以及一些特殊的版本 那另外呢就是它的內容物 以及變形合理的過程 還有一些武器裝備的使用方式 整個就是滿厚的一本 光是這本說明書感覺就滿值得收藏的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它的這個內容物 就包含三個機器人 以及主人公跟一隻黑豹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的尺寸 那名字我是在記不得 所以呢這個我們就叫做藍白一號好了 它尺寸超過30公分 應該有32、33左右 紅白二號的部分呢 則是大概21公分多一點 藍白紅三號的部分呢 則是超過了13公分 那主人公本身呢 就是大概7公分多一點點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從最大到最小 這尺寸落差是非常非常大 可是如果你對照一下當年的這個POPPY老合金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當年的這個人的尺寸呢 事實上更小更小 所以呢 隨著技術的進步 事實上呢 這個人有變得 這個尺寸落差沒有那麼大 那所以呢 人到了一定的尺寸之後呢 它的可動度以及細節刻畫就會比較精緻一些 接下來我們就從主角開始看起 那你可以看到它尺寸雖然不大 可是細節刻畫也還算是OK 包含它的可動度呢 雖然說有些地方是比較簡略 譬如是像這個橫河模 就沒有什麼可動度 可是呢 像手臂喔 你可以輕易的抬超過90度以上 360度旋轉這個也都OK的 那以及呢 上臂這邊可以旋轉 手肘超過90度 拳頭可以轉動 腳往前踢 往後 側向 然後上面這一段可以旋轉 以及呢 膝關節可以輕易90度以上 那腳踝的貼地 往前往後等等 都還算不錯 以這個尺寸來講 這個可動度已經算相當厲害了喔 那至於這隻黑豹的部分呢 則是完全沒有任何可動 基本上就是一個完成品 那不過呢 如果你要把它騎在上面呢 也是 還是OK的喔 因為這個尺寸比例是 抓的也算是剛剛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讓它跟這個 紅白藍3號進行一個合體 但是在合體之前呢 有些小地方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因為 在合體的過程中呢 它的關節事實上呢 會影響到後續的可動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軸關節呢 轉到這個角度喔 讓它可以往下這樣子做90度的 這樣的調整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個 藍白紅3號呢 先把它打開 首先呢 頭盔 那這個造型其實很有趣喔 很像以前那種早期的什麼大紅寶寶 就是這種 美式橄欖球員的造型 那它 頭部可以這樣展開 那另外呢 像它的 這個前面這個 整個胸部的部分呢 它是 這邊有做了一些連動的關節喔 你可以把它整個翻開 跑到這裡 那另外呢 它兩隻手臂的部分呢 這邊有一個 蓋子可以打開 然後 上手臂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兩個都把它打開 以及呢 大腿的部分這邊都是可以展開的 好那展開到這個樣子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 主角 就可以把它給 這個 搭載上去了 那這個手肘的位置呢 在 平常的狀況下呢 是要先這樣子 先伸展開來 好兩隻手 伸直 放好之後呢 就把它蓋子一個一個蓋起來 從大腿 然後呢 胸部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頭的地方呢 會有一點點卡喔 所以在蓋的時候呢 要稍微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讓它可以非常密合的 把它蓋在中間 然後包含像這個部分呢 側邊 也要先把它給 這樣合攏 那再來呢 就是它的 這個手臂的部分 肩膀 這些蓋子都一蓋起來 最後呢 就把它的頭部 像這樣 整個都蓋好 好 那你可以發現呢 這個地方呢 你當然平常是這樣伸直喔 可是呢 一般的狀態事實上 你要把它給折下來 所以呢 折下來就可以看到 它的手肘的位置 就一定要是這個角度 它才能夠 很平穩的折下來 因為如果你是 在90度的位置的話 它就會整個卡到 就沒有辦法 很順利的像這樣子 把手給平放下來 好 那它可動度呢 事實上就還好啦 因為畢竟要考慮到 這個 俄羅斯娃娃 套娃的這種結構 所以呢 它的手臂的可動度呢 它事實上就只有 從這邊 往上抬起來到這裡 那另外呢 它的手肘的部分呢 也是有一定的可動 在拳頭也是可以旋轉 但是可動度都不是太大就是喔 那另外這個腰部的部分呢 它也是有微微的可動 一點點 但是幾乎沒有什麼 太大的幅度 那它大腿的部分呢 可以往前 抬起來到這個角度 往後呢 到這裡 那事實上呢 它這個膝關節 也是有一個很巧妙的設計 因為它在往前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它的膝蓋 是可以往前折的喔 所以呢 當你在大腿 往前往後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 有那麼大的干涉 所以往前可以 抬到這個角度 但是真的也都不大就是了 那甚至於它的側邊呢 事實上它可以 往側邊 有一點點調整的空間 好 那膝關節的部分呢 大概就到這裡 那比較巧妙的是呢 為什麼這邊又多一節呢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研究 以及呢 它的這個貼地關節 往前往後 前面這邊也是 單獨可動的 可動度真的就是普普通通 那細節塗裝分色 也都算是做得還蠻完整的 接下來就看到 藍白紅3號機 它的主要的武器配件 那它的手型的部分呢 它除了拳頭之外呢 還有兩個 這種握武器的手 以及呢 它還有一個 只有左手 這個開掌手 那這個開掌手呢 主要是拿來握這個美式足球 像這樣子拿在手上 那它兩顆美式足球呢 這其實也是千變萬化 有很多的玩法 那首先呢 它 你可以把它從中間呢 像這樣把它轉開 那轉開之後呢 它這邊 這一根是可以 像這樣子 把它給拔起來 這非常非常小 所以在 使用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一邊呢 你可以用這個 尾巴呢 把它給頂出來 像這樣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放在旁邊 這也是尺寸非常非常小 所以 在把玩的時候 千萬注意不要不見 好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去使用 其他的一些配件 譬如說它中間這邊 有一個 連接鍵 就可以把 這兩個 橄欖球 上下這樣 連接起來 那中間呢 你就可以穿過 它的 這個握武器的手 像這樣子 把它給穿過去 有一點點緊 把它穿過去 到中間 那就可以把 像這樣子 握住 握住要幹什麼呢 事實上它就可以 再裝上 這個 尖刺的零件 好像這樣子 就變成一個 像 西洋劍這樣的方式 來做使用 那就可以直接把它 給 裝在他的手上 這也是一個 簡單的球體關節 像這樣子 把它給 裝上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事實上還有 幾種玩法啦 就包含了 它的 這個 這個磚頭的部分 那這磚頭怎麼用呢 這個磚頭呢 它事實上就是從這邊 把它給穿過去 另外一邊 再把它給穿起來 以及呢 屁股還要再裝上 剛才這個小小的 三角錐 這是它的 美式足球 帶磚頭 這樣的造型 總之呢 就是這幾種玩法 劍啊 橄欖球啊 以及呢 這個磚頭 這三種武器 再來就是藍白紅三號機 跟紅白二號機的合體 那同樣有些準備動作要先做 首先呢 手部把它平舉之後呢 這邊手肘一樣是轉90度到可以向下彎折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轉一個90度到這裡 那還有它的腳板的部分呢 這邊往前 盡可能的 把它給搬到內側去 那後面這邊呢 有一個小的透明的支撐架 要把它給拿下來 好接著呢 就拿出了這個紅白二號 那先把它身上這些蓋子全部都打開 包含頭部 然後它的胸部跟 腹部的部分整個張開 然後大腿 以及呢 這邊還有兩個 這是小腿前面這個膝蓋的蓋子 整個這樣打開之後呢 一樣把手臂給平舉 那接著呢 再把它合體之前 你要先注意到這邊呢 有兩個插槽 就可以把它給 插在這兩個洞上面 像這樣子 直接整個把它插 插插到底 但是呢 這裝上去之前有一個地方 先注意一下 就是呢 這個腰部 其實它的尺寸蠻小的 所以它會剛剛好 就是會有一點點緊 所以呢 先往裡面稍微推一點點 再把它後面這個背上的卡榫 對準之後呢 整個壓到底 壓到最裡面去 這樣才能夠完整的服貼在裡面 那這邊還有一個小的難點 就是呢 剛才提到這個 腳板的部分 整個縮進去之後呢 要稍微把它給推到裡面去 那它這邊有一點點 要調整它上下的位置 把它整個插到裡面去之後呢 才能夠把這個腳板 的部分 整個收納在這裡面 那接著就是它的大腿 以及呢 它的 胸部、腹部 那側邊其實都有一些卡扣 可以稍微對準之後呢 再把它給 一個一個扣好 好 盡可能的把它給 都密合起來 事實上呢 它上下這邊有一點點 伸縮的空間 所以呢 在這個 密合的時候呢 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彼此之間的位置 那包含它的 手臂的部分 肩膀 這些蓋子 全部一個一個扣緊 好 那像這樣子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的手臂呢 整個彎折下來 好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整個就合體完成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可動度 首先呢 頭部 一樣是個球體關節 但是可動度都不大 那這邊比較有趣的是 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三號機的頭就在裡面 好 那它的造型事實上也是跟 剛才看到那個大紅寶寶是有點接近 就是有點像美式足球的感覺 然後呢 手臂往上抬 往前 都可以有一定的空間 好 那 手肘的部分呢 側向可以旋轉 大概可以超過90度 以及呢 拳頭 這邊也是一個球體關節 那腰部這邊呢 可動度就不大 因為基本上它上下有一點點 調整的空間之外呢 左右當然就不能做什麼 太多的旋轉 那至於說 腳部的地方呢 這邊可以往前 抬起來到這個角度 往後也是只有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關節的部分 剛好就在原本 三號機的這個 膝關節的位置 那比較微妙的是呢 它這邊 它的膝關節的部分呢 就連動到三號機的 我們剛才看到 小腿中間這邊有一個關節 所以它往後轉之後呢 這個事實上會跟著動 但是跟著動的時候 它其實很容易把這個 蓋子給踢開 所以在調整的時候 也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讓它儘可能的密合 但是可動度因為這些 層層相疊的結構 所以 還是難免有一點點 卡來卡去 因為畢竟呢 它裡面除了三號機之外 還有主角也在這個裡面 好 那它腳部的部分 往前往後的幅度還蠻小的 那側向貼地有一點點 以及呢 前面這個腳板也是 一樣有可動 可動度事實上 比起剛才的三號機 感覺上面又更加的局限一點 紅白二號機的武器配件不多 那基本上就是一把斧頭跟一把劍 那同時呢 還有左右各一個武器手 那換裝的方式 就可以各持一把武器 做使用 整個感覺上還是蠻酷的 好那最後就來到今天的主菜 就是最終合體的部分 不過在正式合體之前呢 有一件事要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呢 像前面這兩個小機器人 那大部分零件還是以塑料為主 所以拿在手上會覺得有點輕飄飄的 可是最後這個藍白機的部分呢 它其實全身上下有大量的金屬零件 所以整個拿在手上這種重量感 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那為了要讓它保有一定的關節的保持力 所以它的像這個手臂的部分 它都是採用所謂的這種齒輪式的關節 包含大腿的部分也是如此 就比較不會一下子就軟手軟腳的 那這也是它這一次這種超合金魂 這種合金玩具最大的魅力之一 不過呢在最後合體之前呢 當然還是有一些準備動作 當然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大家要跟著我一起把手舉起來 然後呢 它的這個手軸一樣要轉到這個可以往下90度的位置 那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那包含它的這個腳趾頭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要往上彎 到這個角度 好 那麼接著呢 就把這個藍白機的部分呢 那後面這邊其實它也一樣有一個透明的支撐甲先把它給拿起來 好 那接著就打開它的頭 打開它的胸 那這個肚子跟胸部的部分呢 它因為合金零件喔 所以比較重 那因此呢它有些卡扣的部分也會做的 稍微比較緊一點點喔 那包含你如果整個往上的話 它其實 這個 本身也是蠻有重量的 那另外像肩膀 手臂 這個都是一樣 把它一個一個打開 那以及呢 大腿這個部分 一樣把它給張開 還有膝蓋這個部分 好 跟二號肌是一樣的結構 那不過呢 這個在組合之前呢 有一件事要稍微注意喔 這個腳不能直接這樣卡進去喔 像 我一開始有點勉強的卡進去 所以像這個地方就有點掉漆了喔 它這個地方事實上呢 是要滑進去喔 就先 從上面這個地方 把它的腳趾頭的部分 從上面把它穿進去 然後呢 就 從這邊慢慢小心的把它滑到裡面去 好像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卡到 好 那最後蓋子也可以比較容易的像這樣子 能夠把它給 蓋起來 好這是在組裝的時候一個小細節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同時呢 它背後一樣有一個可以固定的點 好 那這兩個是手忘了把它舉起來 先把它給舉起來 好 然後呢 背後這邊呢 一樣有一個可以 把它給卡住的位置 把它給推到底 像這樣整個把它卡住之後呢 再把 這個 它的 這個大腿 蓋子蓋起來 以及呢 它的肚子 這個胸甲的部分呢 整個也是蓋起來 那包含它旁邊其實都有一些 卡扣喔 但是這個卡扣也是要稍微調整一下位置 才能讓它整個 密合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程度 好最後呢 就把它的頭 這邊也蓋起來 不過它耳朵一個零件把它 會掉下來 它這邊是 沒有黏死啊 所以它這個耳朵其實在組裝的過程中呢 很容易不小心掉下來 那當然還有它的肩膀 手臂的位置 這些蓋子 一一的把它給蓋好 那最後呢 就可以把它的 手 像這樣子把它給 放下來 好這樣就完成 最終的 大合體了 合體完成之後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可動 那首先頭部這邊是一個球體關節 但是呢 往上往下 左右側邊的幅度都很小 大概都只有20度不到 那當然中間這個蓋子也可以打開 可以看到二號機還是藏在裡面 那它的手臂的部分呢 往前 可以舉到90度 側邊呢也可以到90度 那中間這個手軸呢 上面這一段可以旋轉 包含下面這一段也可以旋轉 那中間呢 你可以往上 抬起來大概超過90度左右 至於拳頭的部分呢 也是一個簡單的球體關節 然後再來看到腰部 那前後這邊呢 事實上有一點點可動的幅度 那左右的回旋呢 也有一點點 但是呢 幅度都非常非常小 而且呢 其實它裡面還有卡了很多結構 所以呢 這邊也是不推薦 讓它的腰再擺來擺去 那另外它的大腿的部分呢 它事實上是可以往前抬 但是呢 到底可以抬到第幾段 這邊有點令人擔心 因為畢竟裡面也是 很多很多的結構 所以呢 我這個齒輪 頂多到第1段 我就不敢再往第2段 再往前抬了 那側邊也可以有一點點的幅度 但是也是一樣 會有小卡的問題 然後膝關節的部分呢 它看一下 頂多到差不多80度左右 好 至於說它的貼地關節 腳踝 大概就這樣 往前往後的幅度也都非常小 腳趾頭也可以微微的抬起 好 那基本上呢 在這麼多複雜的結構之下呢 可動度我們就不要太要求了吧 那至少該做的部分有做出來 這樣其實就已經算是勉強及格了 最後看到武器配件的部分 它的主要武器是一把非常誇張的超級大劍 尺寸幾乎跟它的頭頂高差不多了 整個劍身是非常亮麗的電鍍銀 不過呢當然它也是指紋收集器 所以在把玩的時候呢 最好可以戴一下手套 那為了要握持這個劍呢 所以它其實有附了兩個 握劍手 那基本上只要穿過去就可以了 左右手各有一個 那同時呢 它還有一些其他手型 譬如說呢 像這個是握棍子的手 以及呢左右各有一個開掌手 手型大概就這一些 那同時呢它有一些很奇妙的武器 譬如說呢這個 尖尖的這個武器呢 應該是從它的耳朵造型延伸而來的 那它可以轉一個90度 就變成所謂的手禮件 這造型也是蠻酷的 那同時呢 它還有一個武器也是長得蠻像的 就是像這樣子 兩個合起來 可以握在手上當作一個尖刺 那這個造型呢 當然也是從耳朵這個零件延伸而來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耳朵這個連接件呢 把它拔下來之後呢 換上 這個尖刺的這個零件 再把它給 像這樣子給裝起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裝回耳朵這邊 這樣就有兩種不同的造型 一邊呢是比較 頓的 一邊是比較尖的 那兩種造型也是各有特色 那同時呢 它臉型其實有兩張臉可以換 一張是這個所謂後期型 一個是前期型 那前期型的造型呢 就比較尖嘴猴腮 看起來這個點部是比較銳利的 換裝的方式呢 首先先把它頭上這個白色零件 先拔下來 接著呢就把這張臉 整個換起來 直接這樣再把它插上去就可以了 當然記得再把這個白色零件呢 再放回去 那總之呢 前期型後期型也是各有特色 好那還有什麼其他武器呢 還有一個像這樣子 也是類似橄欖球的造型 那這個武器呢 基本上你可以跟這個結合 那這個零件呢 基本上它還可以跟剛才這個 長矛 就直接 裝在前面 這樣就變成一根長矛了 那如果你把這個前面這個部分拔下呢 裝上這個橄欖球的造型呢 它也是另一個武器 那同時呢 它這個武器 它還有一些其他的變化 那不過呢 在這邊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小武器 就是呢 有點像雅鈴的造型 那它也可以這樣類似橘重喔 那這個雅鈴的造型呢 它前面這兩個零件都是可以拔下來的 同時它可以裝上這個尖刺 好像這樣 也是非常非常酷喔 那中間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再把它給拔掉 然後換上剛才這個 長長的棍子 也是可以把它給 裝在這裡 前後都把它連接起來 這是兩種不同武器 的換法 另外它有一個造型非常奇特的盾牌 那它後面有一個洞 可以直接裝上它的握把 像這樣握持著使用 那非常奇妙的是呢 它這五個花瓣的部分 可以一個一個 像這樣子 各自展開 感覺就像是一朵 花朵在綻放一樣喔 那同時 前面這個藍色的零件 可以拔掉之後呢 裝上 剛才看到這個 電鍍鍵的長矛 哇這就厲害了 感覺是 攻守一體的武器喔 不但可以防守 同時呢 還可以用這個 尖刺來刺人 這非常厲害的一個感覺 它的小腿這邊還藏了一個驚喜 就是它前面這個蓋板呢 事實上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呢 就可以裝上 它這個 飛彈的零件 像這樣子喔 左右腳都有飛彈可以射出來 早期的合金玩具之中呢 這邊會有個按鈕 再按下去之後呢 它拳頭就會飛出去 那不過呢 新版這個超合金魂的部分 它就沒有發射的機制 只是它把它做成類似像這樣子喔 就可以做做樣子喔 譬如說你要拍照我幹嘛 做個樣子還是可以的 最後超合金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玩法 就是要像神壇一樣喔 整個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地台 把它所有內容物全部都展示在其中 那不只是這三個機器人跟主角 那還有它的很多的小物 以及它的一些主要武器等等 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可以 整個非常完整的收納 非常完整的呈列出來 那甚至連它的後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也是一大堆喔 武器啊配件啊 小飛彈啊等等 那甚至連它的盾牌啊 那因為有的人喜歡 沒事這邊變來變去 但是有的人呢 事實上他只要玩個一兩次喔 那其他的時間呢 基本上就會像這樣子 整個展示出來 這個也是 收藏玩具非常重要的一款喔 就是 不只是把玩啊 這個整個陳列的方式也是蠻重要的 好的以上就是超合金魂 GX-95黑豹鬥士Goldian的簡單介紹 不但重現1980年代 老合金的俄羅斯套娃設計 同時在造型比例和合體機制上都更加優化 雖然可動度不怎麼樣 但是以層層疊疊的合體機制來說 基本上 可動關節有做出來就已經算不錯了 1980年代可以說是機器人動畫的巔峰期 各式各樣腦洞大開的合體機制 創造出許多新奇有趣的合金玩具 當年很多沒錢買玩具的小朋友 到了現在 總算有機會一元當年的夢想 不過現在超合金魂的價格越來越高 有時候夢想似乎還是只能是夢想 到目前為止 超合金魂已經出到第95號 黑豹鬥士算是80年代老合金的最後一塊拼圖 收完這一套 其實我已經沒有怨念了 接下來的GS96 我幾乎提不起什麼興趣 官方最近開始為第100號暖身 想要重新炒熱這個系列 希望到時候會有令人意外的驚喜 三個小時 必須要重新炒熱那個 有音樂